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车就会自动 如果要搭乘 我现在要搭202线的公车的话 那我现在就是依照这个202的按钮按下去之后 就会显示202 建雄市政府在公车后车停设置便明贴心灵 但已招手利用亮灯显示提醒公车司机 有人要搭公车 避免乘客因为招手而发生意外 3 2 1 启动于世上 市长谢国良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何淑萍 韩世玉和陈君佐共同出席 由基隆公车运输四占律全国第二 为了提供长者文艺术更友善的乘车服务 目前先选定基隆长庚医院和西医区公所 两座后车亭建置便明贴心灵 过去我们跟轮椅族的朋友在基隆市 基隆女中那边 就针对地底盘公车的搭乘问题 我们一直有深切的讨论 算一算也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来搭了 的确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 如果要让轮椅朋友上车的话 跟那些座椅 给等公车的座椅 这两个是有一些需要同心调整的地方 所以我刚刚也打给了公务处的陈耀川处长 我们要在这几个搭乘的机能上面 彼此要做一些适当的调配 那这个便明贴心灵基本上用意还是好 但是同时间必须要搭配搭乘环境的改善 让一般的乘客朋友跟轮椅族的乘客朋友 彼此之间的搭乘环境都能够互相的协调好 不会让这个没有坐椅坐 或者是让这个斜坡过于抖 没有办法推动上去 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现场的一个学习 跟了解到要改善的地方 便明贴心灵籍是贴地按钮实体设计 民众可以直接按下搭公车的路线 而行驶中的公车司机也会接到讯息 在进站前做好准备 就我会事先准备好要有轮椅要做 那我会事先靠拼一点 基隆市其实对于轮椅主 对于这种行动不方便的朋友 其实我们特别的贴心就是 因为我们的路幅宽度也比较窄 那有时候车流也比较多 那为了避免民众就是在车道上面叫车 然后招手造成了碰撞的危险 所以其实透过这个事先的触控预约 然后也透过车机 然后通知到司机 那司机就可以及早做一个准备 启用仪式上邀请身上朋友一起体验 市长谢国良并视察身上朋友 上下公车的路线 那我就推A OKOKOK 好 谢谢 所以那个空间就是不够 我们应该改善那个空间 要来实际体验我们才知道问题 才会知道 好谢谢 那市长刚刚也把我们刚刚遇到的困难 市长都用手机都马上记录 马上请公务处赶快来处理 我们找公务处跟公车处 把这边的动线再调一下 我一上任以后 就针对这些蓝色的老旧的 超过15年的公车 进行立即的汰换 预算也都通过 但这些半中古的这些白色的公车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找寻到 所以虽然有了预算 一直都在执行态换当中 但是仍然跟交通部已经谈好 在2030年要把所有的公车 逐步态换成电动及低底盘的公车 这个部分每年都还会 要有一亿多的公务预算的支出 这部分我们也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大方向 要积极的来进行 金融迈入高力化社会 年长者或行动不变者 搭公车外出都是一种挑战 市政府推出了便民贴心铃 利用设备提升便利性和友善度 记者 黄绍鸣 全盛时期有3000多名学生的光荣家商 如今只剩200多人 受到少指化加学生外流双倍影响 招生困难 亏损严重 董事会及校务会议决已停招 教育部国教署也已核准 光荣家商停招这件事情 所有教职员工都非常舍不得 尤其光荣家商有121年的一个历史 那过去一直在服务 这个基隆地区的乡亲 照顾基隆地区的学职 对于未来我们目前的高一高的学生 我们会把他照顾到 順利从光荣家商毕业为止 那这部分我们要请我们的家长 然后跟学生多放心 学校一定会把他这件事情给完成 那另外我们也会照顾我们的教职员工 分三T次的离退做最好一个ending 教职员都觉得很不舍 但表示会按现有资源提供教学 技艺竞赛 培训等让孩子顺利毕业 从小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 受光荣的照顾 包括现在我的儿子也是经常来学校 我们都是吃光荣家商的奶水长大的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 坦白说要结束我们非常的不舍 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将这两届的小朋友 把他带到他们整个毕业 停招不停办 现在一二年级学生不受影响 未来学校如何转型发展呢 那未来光荣家商以转长照为目标 那当然这一定要经过董事会的一个同意 那希望未来能够延续人家 照顾基隆地区的一个初心 然后来继续服务 照顾基隆的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等两年 现有学生全数毕业离校后 校方初步构想 是朝长照机构发展 期许仍然为基隆市民继续服务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创校121年的基隆光荣家商 今年起决定停招震撼教育界 而基隆市市所私立高中 也面临招生不足情况 对此市长谢国良说 将会持续深化教学品质 把优秀学生留在基隆 我们高中生在地就学 一直是我上任以后 最关注的一个教育亮点 那我们在今年尝试着 透过跟美国的大学 像我们跟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进行的合作 就可以把一些顶尖的高中生 能够留在基隆 所以明年度伯克莱也会办二期 然后也预计加入一个社科类的 一个课程 跟继续跟国外好的学府来合作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还是觉得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学内容 还有我们的教学特色上 还是要持续的去深化 所以虽然光荣这一次的这个事情 让我们提醒到基隆的市所市立高中 所面对的问题 但是我们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的这个内容 我们还是教学方面要一定要加强他们的品质 也要有一些教育亮点 持续的跟国外好的学术机构合作 也一直会是我认为基隆市可以采取的亮点 我们都会继续努力来合作 增加基隆高中的一些差异化 市长谢国梁强调 将持续和国外好的学术机构合作 可以增加基隆市高中的差异化 记者黄少铭记录报导 由基隆市政府副市长邱佩玲 我们消防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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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农历3月23号是妈祖诞辰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在民政处长张元祥的陪同下 跟在地信义区的市议员何淑平 陈君佐 韩世玉 陈怡 还有立委代表与议长秘书 一起来到北盛宫参拜妈祖 而长期投入社会公益的北盛宫 也在妈祖生日这一天 透过信仲集资的善款 购买一辆救护车 捐赠给基隆市消防局信二分队 救护车上特别配备了十二岛纯兴电图 可及时侦测患者状况 及时回传资料给医院判读 大幅提升急救品质 副市长邱佩玲跟消防局长尤嘉义 出席受赠活动 相当感谢北盛宫 与所有信仲的爱心与慈悲 来各位来宾各位观众 看一下旁边的荧幕 小冲的判读 就可以知道他到底为不为急 我们这是妈祖娘娘的旨意 其实我们在111年 已经捐了第一副 那这一次这个是第二副 只是说救护车里面呢 它里面的设备不一样 配备不一样 第一年在绞的时候 是因为刚好疫情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在 妈祖圣诞那天捐赠 那第一台里面是多了一个 电动的那个急救的 那个心肺付出器 那这一次捐的这一台 是里面有一个12岛层 就是在救护车里面 就可以先去把病人的一些病情 直接会传到急诊室 那也缩短了到急诊室浪费的时间 然后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得救 我们都说啊 行善跟行孝是不能等的 一定要及时 那我今天在现场 其实我也非常惭愧 因为北盛宫的这个委员会跟主委 他们都一直很说要掉眼泪 看到我们过来 身为父母官过来 其实是应该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多 他帮我们做这么多了 应该谢谢跟掉眼泪的事 我们市政府要感谢他们 再一次真的谢谢两位 你们的善心 这样的善心 让基隆更活跃起来 我觉得我们要努力跟加油 再拜 三拜 礼成 我从报官来 就是说我拜马祖以后 他一直的报官 还比较稳定一点 他做得比较顺 这是妈祖的比喻 他说给他报官罵 因为当时疫情的时候 他的消息就要买那个房屋 房屋的抛弃式房屋都买不到 或者刚好我有朋友呢 是国家队的 所以那时候拜托我的朋友去 去帮忙买 那时候买的也比较便宜 到那个工厂 就他们做好以后 因为我们除了报官以外 我们马祖娘娘还帮我成立了一个车队 所以北胜货柜运输就是 马祖娘娘的 我是会计 那个老板是马祖娘娘 所以呢 我们自己有拖车有卡车 他们货做好的时候 他说还要安排那个出货 我说不用我自己开车过去带 所以我们就一批一批的 一直往消防局送 所以到最后是 最后一批的时候 他说那我们都没有留 留个照片 其实那时候已经捐了200多万 看看他们这个组合画面 副市长邱佩玲也代表市长谢国良 颁发感谢状给北胜公 而妙方也一一颁发感谢状 给参与这次善行的所有信众 也包括在地的四位议员 都一起共襄盛举 形成一股善的力量 一起让基隆更好 记者黄俊轩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消防队员紧急拉水线射水摩尼灭火 这里是七堵区六堵里内 靠近明德二路41号附近 铁路旁大约有将近30户住家 因为道路狭小 消防车进不去 因此消防局七堵分队 特地在这里举行消防演练 这场演练也受到基隆市议员 张耿辉和六堵里长余良盛的肯定和感谢 交往第二大队来我们明德二路 这边实施了口哉抢面演习 那也希望借着抢面演习的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些人 能够及时的改进 万一我们真的不希望发生了一天 但是若是有这么的一天的话 我们也借这个演织的话 我们可以很迅速地到达现场 来实施抢用 来保护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 我们做这个消防救护演练 是非常巨区的 也谢谢张议员心灵道场来关心 希望有关单位加强救灾救护方面的工作 感谢有关单位谢谢 市议员张耿辉进一步表示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进行消防演练才能够在万一火警发生时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们下期见 哇 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形了吧 真的耶 闪电头发型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挖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开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地疑似违 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地疑似开挖整地 请通报02-2422-3339 由于改装车夜晚横行噪音老民 引起许多名愿 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未杜绝契机车改装车 扰人的噪音 环保局2月1日起将加重处罚 罚款提高 採处金额从白天3000 调升到6000 夜间6000调升到12000 依次加重处罚全国最重 文保局将严格取缔 加强执法请募释法 噪音打乱生活 消除噪音的困扰 打击不法的改装车 我们向噪音说不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言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都停满了那是随便停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喔 轻车停泛合法齐游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提起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盆栽 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 能够方便同行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对对 然后社长可以拉这边 对对对 搁浅的待妹经过十二天 细心照顾 准备掩放 圣诞服产发处长林炳超 海科馆馆长陈树芬等人 小心翼翼将待妹放回水中 让她重回大海 来我们蹲下来嘛对不对 对蹲下来 然后尾巴先让她进水 尾巴先让她进水 尾巴先让她进水 好的 然后尾巴下去之后 再把头放掉 有其他一个空间 等一下喔 大家会找那个海浪 海浪的地方 对 这只待妹是在今年4月5号被发现 当天有民众在基隆巴斗子钓鱼 没想到竟然上钩搁浅的待妹 海保人员获报之后 发现她口中卡着钓钩 立即将她送到新北海洋保育教育园区 发现这只待妹体重5.6公斤 是一只青少年海龟 这只海龟是在巴斗子钓鱼平台 被这个钓客所钓 钓起来 然后因为她嘴巴有被一个钩子钓住 所以她也在 我们也取名叫戴钩 就带着钩子上来的一只海龟 那经过12天中华金属协会细心的照顾 然后终于选在今天 然后在这个朝鲜带这边 朝鲜保育区这边 然后把它也放出去 经过12天细心照顾 戴妹终于重返大海怀抱 近年来 市场府持续优化巴斗子 舊商站的场地设备 邀请企业一起加入 像是葡萄王生计公司 日前捐赠一辆救援专车 大幅提升执行任务的成效 那今天其实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到 他们去放生这只海龟 那以前其实我们 我之前也有去他们面面做过 就是说体验一日的一个制工这样子 然后看看每次海龟的状况 然后去帮他们喂食药物 然后甚至又清洗他们的粪便 所以我觉得其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今天能够亲自就是看到他们 觉得说他们已经 这只海龟疗好的伤 然后再把它也放回海域去 海洋永续这个议题 那包含了就是我们海洋生物的一个 救援救护以及放流 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永续里面很重要的议题 那金融市政府其实这几年来 就是结合海科馆 还有非常多的企业 也就一直在做这件事 那包含在我们朝鲸富裕海湾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智能馆里面 也有做很多像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所以我们也很期望说 一片很棒的海洋 那希望能够结合民间企业跟政府单位 我们一起为了海洋永续一起努力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葡萄王生技 那他也捐了一台救援车给中华金融协会 那我觉得就是在野放保护救援的这个部分 其实不能只单单靠政府 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民间力量可以参与 让这个救援 然后野放的这样的活动能更完整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洞保所已经受离海规通报救援案件 总计7支 包括5支绿蜥龜 2支戴帽 市案府强调 已经和各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 希望对于海规救援 收容 医疗 野放 效能能够大幅提升 记者 黄烧铭 既用报导 对 冬季后鸟小环井横 已经第六年来到和平岛公园产卵 沙滩上鸟爸爸鸟妈妈好忙碌 轮流孵蛋 不过 原方也捕捉到老鹰靠近这些鸟蛋 让原方捏了一把冷汗 还好没几秒钟就飞走 4月15号的时候进去 这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 也发现说 蛋的颜色不太对劲 因为它下蛋的地方是 一个凹槽 是一个湖穴 那地方 虽然说它很隐秘 但是 看起来是有泡过水晒过太阳 蛋已经褪色了 那第二次在发现的时候 是它有下一颗新的蛋 那原本白色的三颗蛋也少了一颗蛋 那我们也用沙滩的方式 旁边的沙子把它堆积一下 让它不要积水 那它就开始 就是顺利的在那边浮胆 小环景恒 前几年 来到河滨岛禅 曾经发现鸟蛋被冲走 或者被游客踩破 为了让小鸟 顺利孵化 原方搭起了围椅 架设保护区 基隆野鸟协会也发现 小环景恒 会出现擬伤行为 其实它比较会被大家注意到的行为 就是擬伤的行为 就是在繁殖季的时候 比如说像在开始 它的软如果刚产下来 或者是说幼鸟出来 觉得要保护的时候 遇到有外地进入 比如说人 或者是其他可能威胁 它们那个幼鸟的生存的 它就会用一种 好像受伤的行为 假装吸引你 离开它那个真正小孩的地方 比较导览的位置是在这一边 它下在这边 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 这边是以前的业者 他们有做一个水泥的建物 其实里面是放抽水马达的 它就可能知道 那边比较没有人 所以下单单那一边 和平老园方架设了监视器 观测小环景恒的一举一动 期盼能够顺利呼吁下一代 记者 黄少鸣 金融报导 毒品对脑部的伤害 解消毒友的风险 甚至是置换的毒品视觉地贴 透过AR VR科技 3D立体图像 及艺术创作等互动展品 深入潜出的探讨毒品的危害 我们会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在我们文化中心的二楼 有这一个得来不易的特展 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全国 在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展览 毒品危害的防治 是所有的单位一起的工作 我们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不管你是学生 或者你是陪着同学一起来的大人 都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 找到你所需要知道的知识 技巧 认识毒品 拒绝毒品 保护自己 保护健康 基隆市政府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联手 在基隆美术馆举办 切中要害 反毒超油梗特展 开幕典里现场贵宾云集 以实际的行动 支持这一档全方位的反毒特展 非常感谢这次基隆市政府 来举办这样的反毒特展 那我希望市民有机会 都可以来参加 因为如果染染毒品 要戒毒非常的困难 那与其这样 我们不如一开始 就拒绝毒品 让大家来看看特展 知道毒品对自己身体 乃自己家庭 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我相信所有人看了以后 都会知道 一定要 绝对要聚毒 像毒品大声说不 就是要拒绝毒品 更要有所警觉 透过一系列 反映成瘾一体的艺术作品 让一起参与开幕的成功国中师生 提升反毒之能 让我们学生 在这个地方能够亲身的体验 然后藉由这次的参访以后 回到学校以后 就当作种子一样 然后继续的传播 这样的正确的概念跟观念 完全杜绝毒品的危害 之后有更加认识毒品 会对身心灵造成的危害 没有想要吸食毒品 会就是让我们身体 会变得不健康 更了解吸食毒品 后会对身体造成的危害 所以不能吸毒品 唤醒民众对毒品的警觉 并减少对成瘾者的忧明化 伤心的妈妈 你看她不是只有流眼泪 她是流眼球 吸食海洛因不只是个人的事 你也会影响到家人 特别是跟你最接近的亲属 希望借由科技和艺术文化的创新形式 唤醒大众对成瘾者的理解与关怀 减少污名化 主动给予协助 这档特展 即日期一直展到5月26号指 特展期间内有规划团体导览解说 欢迎民众线上预约参加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数捗 投资标股 迈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我跟的老师就整了十万 我刚撤到人生 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抱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夾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反诈骗专线查询 不赔是人 不浩子的行人口 有咱处来人 整条路都自己人 特定区域小心 减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设宅包出带馆4.0 以屋换屋 可跨现实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包租带馆333 方便行 安心住 幼儿专责医师 陪伴宝宝走过0到3岁 黄金发展期 提供连续性全方位的 整合性处理照顾 不止宝宝看医生 也让医生能更充分看看宝宝 每次见面 都让宝宝的健康成长更进一步 11月1日起 宝宝出生 即纳入幼儿专责医师制度照顾 医生神队友 医生好帮手